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你知道吗? 中国一直以来在国际上被誉为基建狂魔 这并不是贬义的 而是体现了美国工程师对中国基础设施建造实力的惊叹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一直以来都是通过建造大型工程项目 来满足其国家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而闻名于世 中国的工程师就像建设领域中的超级英雄 他们致力于建造那些令世界震撼的大型工程项目 在本期视频中 我们将继续探讨中国特大工程项目背后的故事 在我们开始之前 我们诚恳地请求您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启用通知 以便您不会错过我们往期的精彩更新 我们非常重视您的想法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 您对这些卓越工程成就的看法 在中国北京 中国工人用43小时重建立交桥 2015年 北京的三元桥经历了一场震撼人心的重生 一场前所未有的整体换粮工程 将这座繁忙的交通要道推向了历史的巅峰 短短43小时 仿佛魔法般的速度 一座崭新的桥梁从无道有拔地而起 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很多外国网友都对中国的建造速度赞不绝口 有人说在他们国家至少需要五年的时间 还有人说在他们国家总统任期内才能完成一半 下一半留给下一任总统 这样看来 中国的效率实在太高了 同时 美国的一位教授在看到中国仅使用43小时 就把桥梁建造完成并通车的报道之后 直呼不可思议 完全看不懂中国工程的施工效率 他说 中国人实在有时候 这种旧领域 这个领域 FORMER CHECCH PRESIDENT VAKLAF HAVEL I THINK QITED BEST 他说 'All this has happened So fast We haven't yet had time To be astonished To remind myself How astonished I should be I occasionally Look out the window In my office In Cambridge At this bridge Which goes across The Charles River Between The Kennedy School And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In 2012 The state of Massachusetts 他们说他们要建设这个坑,它会花两年。 在2014,他们说它不是结束。 在2015,他们说它会花一个年。 在2015,他们说它不是结束, 我们不会告诉你,它会不会结束。 最后,在今年,它是结束三次过签。 我会比这个坑, 我会用过这个坑在北京的坑。 它是叫做Sanyan坑。 在2015,他们说他们想要建设这个坑。 它其实有两个多远的路程。 在2015,他们想要建设这个坑。 在2015,他们想要建设这个坑。 在2015,你会想建设这个坑。 你会想建设这个坑。 你会想建设这个坑。 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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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桥上的灯光闪烁宛如一条巨龙蜿蜒在海面之上照亮了黑暗,也照亮了人们前行的路。 在这座大桥的建设过程中,建设者们克服了无数的困难和挑战。 他们面对复杂的海洋环境,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和突破,才最终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工程。 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书写了一段不朽的传奇,也为中国的工程技术树立了新的标杆。 如今,港珠澳大桥已经成为了中国的一张名片,吸引了无数国内外游客前来参观。 他们站在大桥上,俯瞰着波涛汹涌的大海,感受着这座大桥所带来的震撼和自豪。 这座大桥不仅仅是一座桥,更是一座连接人们心灵的桥梁。 它让香港、珠海和澳门三地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书写着新的历史篇章。 在重庆五龙,于淮铁路蜿蜒而过,其上方几百米高的山体仿佛一幅巨大的画卷被密密麻麻的脚手架紧紧包裹。 这里,正上演着一场人与自然的较量,一场无畏与坚韧的交响曲。 无数的建设者身着安全服,头戴安全帽。 他们如同攀岩高手一般在垂直的峭壁上灵巧地移动。 他们手中的工具,如同画笔,在峭壁上勾勒出一幅幅精美的图案。 那是为微炎体增设的防护设施。 他们如同坚固的盾牌,守护着山体,也守护着过往列车的安全。 脚下是深不见底的悬崖,仿佛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让人心生畏惧。 耳畔是呼啸而过的狂风,它时而轻柔,时而狂暴,仿佛是大自然的咆哮,让人无法忽视。 然而,这些建设者们却毫无惧色。 他们凭借着过人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一调就是五六小时与峭壁,与狂风,与危险搏斗。 他们的身影在夕阳的余晖中显得格外高大。 他们的汗水在峭壁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他们的付出,为这片土地带来了无尽的安宁与希望。 他们,是这片土地上最可爱的人,是这个时代最美的风景线。 在这里,没有华丽的祠扫,没有夸张的修饰,只有真实的情感和对劳动者的深深敬意。 让我们向这些默默奉献的建设者们致敬,为他们的勇敢与坚韧点赞。 同样也是在中国武汉,在凌晨的寂静中,一场不同寻常的工程奇迹悄然上演。 6座坚固而庞大的高速天桥,每座平均重达200吨,在短短不到5小时的时间内被精确地拆除并清理完毕。 这一壮丽的成就,不仅展现了人类工程技术的精湛,更彰显了现代城市建设的高效、卓越。 200余台挖掘机同时工作,场面壮观。 600米的立交桥,8小时彻底拆除,动作之快,震惊世界各国。 英国的每日邮报就惊叹,这才是真正的神效率。 除了英国,美国,甚至阿拉伯,印度的媒体也争相做专题报道。 中国8小时拆除一座桥,惊动了大半个地球啊! 这样的中国速度可把我们外国小伙伴看呆了。 惊讶之余,他们竟然开始了比惨大赛。 比如一位来自美国俄勒冈州的网友说,在他们那里,拆一座这样的桥要花上12年。 总计经过5个承包商,甚至产生4个诉讼纠纷才能完成。 这还引起了另一位来自德国网友的共鸣。 他说,在德国,公共工程所花费的时间是24年。 天哪! 小仙女都变成老太婆了,然后他就举例子。 比如宣布在2011年启用的波兰登堡国际机场,德国花了整整15年的时间力向,好不容易在2006年开工,并且宣布要在2011年启用。 造了4年,发现赶不上进度,又推后到2012年。 结果到了2017年,这个机场依旧没有启用。 这不是烂尾楼是什么? 和中国比起来,效率实在低下。 于是有人对起了自己国家的政府官员。 还是在美国,这位网友说,他们修补一个洞竟然要花两年时间。 先是有30个政府官员来现场视察一遍,然后说,对,这里确实有个洞。 然后他们就跳进公车,扬场而去。 看来,美国的雇务员还是蛮好当的嘛。 接着另外一个网友补充说,然后终于等来了施工队,但有10个人在旁边围观,只有两个在轮流工作。 当然,有人夸赞,也有人冷嘲热讽。 比如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网友就表示,一点都不会被震惊。 因为这是中国制造,能好到哪里去? 当然,这样的言论很快就被我们其他充满正能量的外国网友给对回去了。 加拿大的网友反驳道,恰恰相反,整个设计和执行非常出色。 从封闭施工到重新通车,整个过程如同魔法般不可思议。 在夜幕的掩护下,工程师们运用精密的机械设备, 悄无声息地开始了这场与时间赛跑的较量。 他们像舞者一样,灵活而精准地操纵着每一个拆除环节, 确保每一座桥梁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安全拆除。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时, 六座天桥的拆除工作已经圆满完成。 高速公路重新开放,车流如枝,畅通无阻。 许多司机行驶在这条熟悉的道路上, 却惊讶地发现曾经熟悉的六座桥梁已经消失无踪。 他们不禁惊叹于这场无声无息的工程奇迹, 对城市建设者的智慧和效率感到由衷的敬佩。 这一壮举不仅彰显了城市建设的高效与卓越, 更展示了人类工程技术的无限可能。 在未来,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工程奇迹在这片土地上绽放光彩, 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与希望。 所谓的基建狂魔, 其实不过是一群善良勇敢的人穿上了铠甲, 在所有人的祝福中默默地负重前行, 让世界再次见证了中国的速度和力量, 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在困难面前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拼搏精神。 中国,一个坚忍不拔, 意志坚定的国家始终赢得了极大的尊重。 勤劳的人民体现了坚忍不拔,奉献精神的精髓。 尽管面临重重挑战,承受深重痛苦, 但他们从未停止追求伟大的脚步。 中国不屈不挠的精神, 证明了他们对卓越的坚定承诺。 患难之际, 中国坚定不移的人性底蕴一以生辉。 他们深刻的哲学见解, 概括了同情心、同理心和团结的本质。 中国的人生哲学是无穷无尽的智慧源泉, 引导人们更深入地理解人类经验。 中国拥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 在世界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人民取得的成就和对进步的不懈追求令人钦佩和敬畏。 他们坚定不移地让中国成为最好的国家, 引起了亿万人民的共鸣。 中国对人类的贡献确实是非凡的。 从技术和科学的革命性进步到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促进和平与和谐, 中国已被证明是人类的指路明灯。 中华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价值观, 如尊重、诚信和荣誉成为世界各地人们的敏感灯塔。 让我们祝福中国一个克服一切困难继续发展和繁荣的国家。 让我们珍惜他们对人类的承诺以及他们为提升国家和世界而做出的不懈努力。 中国坚定不移的精神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使他们感到钦佩和尊重。 愿中国继续绽放光芒,引领人类走向更加美好,更加富有同情心的未来。